罗纳尔多·路易斯·纳扎里奥达利马 1976年9月22日出 生在里约热内如胶外贫困的本土里贝罗曲 在街头开始踢球 他的第一个著名进球是在1982年 他代表里贝罗少年队 在与同地区子迪皮克德拉米兰多那区队的比赛中破门 罗纳尔多青少年时期成名于克鲁塞罗 1996、1997、2002年三度获得世界足球先生 1998年当选世界杯最佳球员 2002年获得世界杯金学奖 2010年罗纳尔多获得八期传奇巨星奖 直至1994年 他为克鲁塞罗队踢了60场比赛 攻入58球 几乎每场一球 这个成绩比球王贝利出出道时还要好 但是后来人们发现 这名拥有常人难以想象的爆发力和速度的年轻人 要保持这样的进球率 其实是很轻而易举的事 罗纳尔多的欧洲足球生涯始于埃因霍温 此后先后效力过巴塞罗纳 国际米兰 皇家马德里 AC米兰四支豪门球队 共拿到一次西甲冠军奖杯 一次欧洲联盟杯 一次欧洲优胜者杯 一次西班牙国王杯 以及两次西班牙超级杯冠军奖杯 罗纳尔多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入球 发生在这个赛季对恐怖斯特拉的比赛中 这场比赛罗纳尔多独中三远 其中第二个进球 罗纳尔多从中场左侧得球突进 冲出两名对手的包围圈后 以示不可挡的速度直扑进去 在禁区附近他用 娴熟的连续变相摆脱了补上来的一名后卫 然后将球拉到身侧 隐蔽的从另外两名后卫的腿中间扫射进门 2011年2月14日 饱受伤病折磨的罗纳尔多宣布退役 终结了18年的职业生涯